未婚夫和庶妹 联手给我灌下雅药 将我送到老太监榻上 我自毁右手 拼了命出逃 宾死之际 撞上凶名在外 却生得貌美至极的锦猴 我哭着笔划 只要您肯救我 怎么样都成 漫天大雪中 他静静看我半赏 汗手 家中二子一女 正缺一位母亲管教 大婚当夜 我在红帐之中 与三只小猫 大眼瞪小眼 景猴一身喜福 眉眼清脸 来 见过你们的母亲 从亭湖宴上 衣衫不整跑出来后 我鸣声尽悔 病了半月有余 一顶喜叫停在府外 庶妹邀了上京贵女 来家中做客 隔着一道屏风 他刻意拔高嗓音 吴公公虽年于六十 可也曾是先帝爷身边的红人 他要那长姐为妾 也是我李家的福气 云和妹妹 你这簪字陆公子送的吧 你们好事将近了 我的指尖死死抠入床围 他们口中的陆公子 本是我李志鱼的未婚夫 平湖宴上 我被送上了无公共的床榻 我的未婚夫陆怀生 也成了庶妹的未婚夫 我与陆怀生相识于亚秦阁 这一年来 我不嫌他出身寒威 只因他听得懂我的琴音 科考落榜 陆怀生最久冲撞了 左丞相的车年 当今左丞相的门声遍布朝堂 放言不许他再参加科考 陆怀生求助无门 便动了歪心思 半个月前 平湖宴上 我取经四座 高座上的吴公公称赞我 不愧是韶宁丈公主赞不绝口的千金束手 绕梁之音 当是久不醉人取醉人 宾客席上 居于末座的陆怀生 眼里隐隐闪过激动 我从宴上告退 却在堂外言下 被陆怀生拦住 至于 这次多亏你了 他递来一盏茶 让我润润嗓子 我不已有他 起料饮下那盏茶 便身子一软 不省人事 思险管月正盛 我自迷蒙中苏醒 却发现自己身处一方软踏之上 喉咙干哑 难以发生 外间的宴会还在继续 吴公公顶着醉熏熏的酒气走了进来 阴冷的眼神盯着我 他一言不发扑过来 撕扯着我身上的衣裳 可是他终究做不了什么 只是逼我踏上线妹 我说不出话 也无法呼救 我只能听了命推开他 拔下头上的素簪底上自己的喉咙 用无声的口行道 放过我 他眼里的兴致瞬间败了 笑里斜着轻蔑 李姑娘 你以为你今天来这儿 只是陆怀生的意思吗 我的心疏然一沉 吴公公摸着下巴 露出高深莫测的神色 指着那道门 你可以走 出了这道门 再想登咱家的门 可就只能以妾室的身份抬进来了 从平湖宴上衣衫不整跑出来后 一夜之间 我的未婚夫成了树妹的未婚夫 而我成了全京城的笑柄 父亲装聋作哑 继母捧着石巾 惊慌失措地捂在怀中 理智于你跑回来做什么 你的清白早就说不清了 我曾以为 家中是我遮风避雨的地方 只要我跑得够快 只要我能逃得回去 就会平安 可原来最后一根稻草 是他们亲手斩断的 继母用厚厚的绸带 将我捆在榻上 吴公公那边传来话 半月后是黄道吉日 要不是为他这双被贵人桥上的手 我可舍不得这上好的绸段 父亲瞥了他一眼 冷哼道 他不愿为妻 作妾便是了 等吴公公消了气 日后自然会抬举他 半月的时光转瞬即逝 吴公公的轿子到了府门 李家不过是商谷之家 那些贵女肯接树妹的邀约 不过是为了亲眼瞧 这一束梨花压海棠的热闹 收了一堆贵女们送的礼物 树妹来房中警告我 喜娘马上就到 我劝你不要生事 等怀生哥哥做了高官 自会风光迎我进门 姐姐想不了的福分 就让妹妹我来替姐姐想 我闭上眼 半个月的时间 我终究是想明白了 李家是商谷之家 三年前家乡齐州闹了灾荒 我们举家投奔在上京做官的舅舅 有了舅舅扶持 李家将绸装也开到了上京 可一月前 舅舅被下放至州府 上京之中 李家再无人一棒 父亲和继母 想惯了上京的富贵荣华 怎肯回去那穷乡屁壤之地 陆怀生需要一块敲门砖 铺他的青云路 而李家富而不贵 父亲想要角逐皇商之名 高门世家瞧不上李家女 他便退而求其次 再没有比一个懂得攀龙复凤的女婿 更好拿捏了 族中姊妹平庸 树妹李云和 又是他续贤夫人唯一所出 故而理所应当的 我被他们卖了个好价钱 真可笑 原来手里懂事 也是一种罪 喜娘送我上教时 我拨开她的手 拖着喜福跑掉了 飞雪漫天 我连绣鞋都跑掉了一只 吴公公的宅邸 张灯结彩 妾室的喜教 向来从天门入 那时的境遇 便是叫天天不应了 我必须从正堂进 要所有人亲眼见证 看到了身着喜福 拆缓散乱的我 宾客们瞠目结舌 像撞见了鬼 高座上的吴公公 眼神仿佛脆了毒 我的喉咙的伤还没好全 一开口便如六十老狱 小女李志鱼 见过九千岁 新帝即位 吴公公急流永退 蒙天子特赐宅邸 得以在京都遗想天年 纵然吴公公曾教导的那事 都成了新帝身边的红人 却无人再换他一生九千岁 得了这吹捧 吴公公面色稍记 李姑娘行事如此大胆 倒是很合咱家的胃口 她一步步走下堂中 目光从我的珠红喜福上扫过 喜叫也不成 李姑娘竟这般迫不及待 宾客们轰然大笑 急尽吹捧吴公公喜得家人 我是来退婚的 我哑声开口 然后不动声色 避开吴公公伸过来的手 退后一步 深深一衣 九千岁素有孟长春身之美名 广结天下英才 既对英豪有益 何至于刁难我一小小女子 吴公公眼神一抖 猛得咳了一声 她环视众人 最后才将目光落在我身上 看来 跟了我这燕人 倒是委屈李姑娘了 我对上她的目光 一寸不肯退避 我再赌 赌这位吴公公要的是在天下人眼中 我理智于 明面上是心甘情愿嫁给她的 她尖着嗓子 脱长尾调 先帝都不敢如此打咱家的脸 我抿着唇 一字一顿 无比清晰道 求您成全 她煞时黑了一张脸 众人尽若寒蝉 良久 吴公公转过身去 摆摆手 也罢 强有的瓜不甜 父母之命你不肯遵 咱家给了李家聘礼十金 李姑娘还与咱家便是 我咬着牙 身体陡然一将 静母怎么肯将咽下去的好处吐出来 拿不出 她像是料定了这个回答 咧嘴冷笑 不如就用李姑娘这只千金束手换吧 吴公公击掌 蒲从捧来烛台 她拿起一只蜡烛逼近我 死死攥住我的手 蜡油低落 火蛇瞬间窜起 舔上我的齿骨 我吃痛皱眉 却咬牙不肯挪开 吴公公拧眉看着我 一仰手 将一柄匕首甩在我面前 咱家没这个耐心 自己割 宾客席上 不知谁叹息了一声 我深吸了一口气 注视着地上锋利的匕首 我知道 她们在可惜什么 我六岁启蒙 友善秦义 书画女工 亦是秦学苦练 一日不曾懈怠 岁前 长公主设宴 我带亚秦阁的师父参宴 宴上一曲文明天下 今日过后 上京少了一个千金束手 李治瑜 而我 此生再不能碰琴了 从吴府出来后 我如是重负 手腕上鲜血淋漓蜿蜒 我的意识有些模糊 浑身止不住地发抖 没关系的 我低头劝慰自己 李治瑜 你自由了 撕开绣摆 草草包扎后 我决定出京都 去寻被下放到 佩州的舅舅 身上的金钗首饰 足够换路上的盘缠 我知道 一个靠着卑躬屈膝 屈一逢迎 登上高位的九千岁 一招被落了脸面 会对我展开 怎样的抱负 可我不曾料到 吴公公的抱负 来得如此迅疾 连宾客的面子 都不肯周全 我在当铺换了足够的盘缠 换上一身轻便的装束 京郊无礼 白雪铺陈 身后的追杀 已至 我本就受伤的喉咙 因灌进了太多的冷气 已经红肿不堪 难以出声 吴公公的人马 欲发近了 脚步声越来越响 意识模糊中 嗡鸣的耳边 甚至出现了 刀枪剑挤的声响 迎面而来的车鱼之上 坠着一枚玄铁制成的景字 那是我生命中 最寂静的一场雪 所有的声音都熄灭了 车中的主人撩开锦帘 伸出筋骨停云的一只手 四目相对 我哭着笔划 只要您肯救我 怎么样都成 漫天大雪中 那人静静看我半傻 汗手 家中二子一女 正缺一位母亲管教 她垂眼 意味深长道 你可愿嫁 模糊的视线望向她 我嫩嫩点头 她抬手 失去我眼角的泪痕 其实 我认得这车年 她的主人是景侯方莫婷 一个踏着尸山血海 一步步封喉的泉尘 美人皮相 修罗手段 上经的人说 战场上缠着方莫婷的血魂 数以万计 能让吴公公那样人 看见她的马车 便闻风而逃 可想而知 这人该有多可怖 我不知道 求取一言 是否只是方莫婷 一时兴起的逗弄 马车上 随行医师为我诊治 这喉咙的伤可致 但姑娘这手 怕是日后再难提得起重物 方莫婷的视线 落在我的腕间 语气疏然发凉 受欺负了 我瞥了她一眼 小心翼翼扯着她绣袍的一脚 忐忑摇头 我只听说过 方莫婷这人 牙字必报 但没想到 她会做到这个地步 仆从在钱庄取来一千斤 景侯的马车 停在了吴公公的府邸外 里面的人通报时 吴公公亲自出门相迎 看见一台台金子 眼睛都亮了 方莫婷下了马车 仍是一副散漫的模样 他慢条思理地问 听说 你想用十斤买本侯的人 吴公公头上冒着冷汗 老奴不敢 想必其中定有误会 不重要 这一千斤是本侯的心意 方莫婷勾起唇角 似乎在同他好生商议 吴公公的脸上 浮现谄媚的笑意 既然景侯盛情 老奴便确之不公了 他吩咐左右 去台府门外那一箱箱金子 下一刻 最近的那箱金子 却被方莫婷不经意地 抬脚踢倒 满箱的黄金滚落在地 沉浸混白雪 方莫婷的眼里 没有一丝心疼 既然自称奴才 他一点点牵起唇角 那就跪着剪 吴公公一瞬间抬起的脸 又惊又怒 你说什么 他从旁侧侍卫的手里 抽出一把刀 抬手 锐利的刀锋 请刻间割开 吴公公身上的衣袍 煞石之间的变故 衣袍落地 吴公公身上指圣礼 刀尖静止指上 吴公公的脖梗 方莫婷的唇边 挂着残忍的微笑 还是说 面子 礼子都不想要了 上经的街道 行人如知 为官者众 吴公公两股战战 下意识跪在地上 屈辱而狼狈地 捡起那些散落的金子 时间一点点流逝 直到最后一块金子被捡起 吴公公勉强挤出一个笑 只是这笑意 没维持多久 一声尖利的叫声 划破人海 吴公公通红着眼 盯着地上 自己被砍断的手 鲜血如注 方莫婷盯着那滩血迹 笑 太慢了 本侯没这个耐心 有那么一瞬间 方莫婷抬眼看向马车上的我 沙发果决的眼中 闪过一抹一色 他走向我 低垂着眼 怕了 不 我想说自己不怕的 刚挤出一个嘶哑的字 就住了口 窘迫的双颊泛出嘲红 那样难听的嗓音 会被人耻笑的 他哑然失笑 本侯的未婚妻 何该是个胆色过人的 我被方莫婷送去一处私宅 衣冠日日都来 却从不见他 终于 我迟出开口 询问衣冠方莫婷的行踪 年迈的衣冠眼皮一抖 一板一眼回我 景侯公物缠身 温养了一段时日 嗓子也恢复了大半 只是却如衣冠所说 我的右手 连拿起小小的杯盏 都会颤抖不已 傍晚 方莫婷终于来见我 却只肯隔着一道屏风 清润的嗓音 从四河软桃屏后传来 你要见我 你是不是 后悔了 我迟出片刻 你也懦着问 方莫婷笑了一声 后悔什么 我不知道 你为什么要娶我 可一直以来 我能拿得出手的 似乎也只有秦义 如今我的手废了 再也谈不了秦 我攥着指尖 与无伦次叙道着 一抬头 才发现 方莫婷不知道 什么时候 从屏风后 走到了我面前 他微微皱起眉 你是这样想的 我避开他的眼 坦诚道 我 再也不能弹琴了 吴公公看中的是 我这双能弹琴的手 可是方莫婷呢 我读不懂 为之骄傲的羽毛 被人一寸寸损毁 我不敢看他的眼 低着头 像是等待一场 已知结果的宣判 扮上 他抬手 拍起轻瘦修长的手 轻轻拍了拍我的发顶 指腹传来的温热触感 让我一颤 方莫婷俯身直视我的眼 认真道 我要娶的人是你 会弹琴的你 与不会弹琴的你 不都是李至于吗 我垂下眼 几乎要被他这番话 给绕进去 他唇角扯出一线弧度 抱歉 我实在不大知道 如何哄女孩子开心 我哭笑不得 吸着鼻子看她 这才是唬人的话 你有过妻子的 我知道 方莫婷舒然沉默了半嗓 对不起 我眼神闪烁 她清晰的下颌骨崩成一线 抿着唇 似乎是想要说什么 可到最后 只轻轻挑了挑眉 无妨 民间关于方莫婷 有很多传闻 大都是伴随着累累功勋 战场上运筹帷之事 心地也曾笑颜 要为她赐婚 方莫婷却上表陈词 言明自己在边关曾娶过妻 妻子已逝 此生不愿再娶 我不该提到 方莫婷的那位王妻的 见我沉默 她望着我解释道 我并非因轻蔓你 而不肯见你 这世间对女子多苛责 方莫婷可以被千夫所指 但你理智于不可以 她倾笑一声 至于莫要心急 大婚之后 我们便可以日日相见 我没能等来 与她日日相见的时候 却等到了方莫婷 接圣上密旨 要离开京都一段时日 临行之前 她来见我 眼里盛满细碎的笑意 我先送你回李家 有些事要亲自去处理 等我 最后一句 方莫婷是凑在我耳边说的 温柔的语气激进于哄 与传闻中杀伐果掘的景侯 大相径庭 方莫婷留了人给我 即便回到家中 继母望着凶神恶煞的侍卫 也只敢在屋外 指桑骂怀 说我丢尽了他们的脸 不顾廉耻地 攀了景侯的高枝 那些挖苦之词 这么多年来 我听也听腻了 只是一个月过去 迟迟等不到方莫婷的音讯 直到一日午后 西宁公主忽然到房里家 父亲这才慌了神 派人请我到正堂去 我知道这位西宁公主 为人嚣张跋扈 是圣上最宠爱的女儿 十岁便敢长接纵马伤人 最后也不过 被圣上草草训斥两句 全做事了 上经的人都知道 这位西宁公主心中 有一钟情之人 景侯方莫婷 圣上允准她亲责驸马 吉吉那日 这位西宁公主 便敢置身闯侯府 她高居于马背之上 攥着长鞭 遥遥指向方莫婷 逼她做自己的驸马 可方莫婷用一句心中 只有王妻拒了她 整整两年的时日 西宁公主迟迟不肯成婚 这几乎成了 当今圣上的一块心病 我知道 她是冲我来的 坊间的闲言碎语 终于还是传到了 皇室的耳朵里 我到正堂时 便看见圣装打扮的继母 与树妹李云和 继母一改往日的 急言利色 目光柔和 不知公主驾临礼府 有何贵干 有何贵干 西宁公主环视一周 她高高扬起手 当着众人的面 给了继母一巴掌 你什么身份 本宫还未开口 轮得到你这粗鄙之人犬废 我微微愣在正堂门前 那样自意地跋扈底气 我从未有过 李云和瞪圆了眼 你怎敢打我的母亲 西宁公主笑了 本宫打人 还要同你这个庶女商量 父亲生怕公主动怒 殃及李家 急切冲着堂外的我道 还不快见过西宁公主 西宁公主挑眉 转过身来 视线悠悠 落在我身上 你就是李志瑜 我俯身向她行礼 民女李志瑜 见过西宁公主 她轻慢的眼神 从我脸上扫过 痴笑一声 景侯把你从吴公公 那火坑里救出来 你便以为她将你放在心上了吗 我平静地看向她 这是我与景侯之间的事 倘若公主今日是来李家撒气的 冲我李志瑜来辩识 她愣了愣 愣笑道 你倒是好性子 不过可惜了 落花有意 流水无情 不如有本宫来告诉你 这么些年 能让景侯念念不忘的 只有她那位王妻 就连那位的一条眷帕 她也随身携带 从不离身 你一个伤骨女 又算得了什么 不过是她一时兴起 逗弄的阿猫阿狗罢了 对于这样的纸斋 我并不生气 吴公公的平胡艳后 比这在难听的话 也入过我的耳 她一步步走近我 眼底闪过怜悯之色 你不会真的等着景侯来 娶你过门吧 实话告诉你吧 景侯去陈州平定兵变之事 此时正入宫觐见 父皇搭运过本宫 她回京之时 便会为景侯与本宫赐婚 门口嘻嘻嚷嚷的声音传来 西宁公主面上一席 嘴角勾起一抹轻蔑的笑 父皇为本宫和景侯赐婚的旨意到了 李之鱼 你且亲眼瞧着吧 随着她话音落下 宫中内侍扯着尖利的嗓音 回荡在府门之外 圣旨道 直到宫中内侍公共 一字一句宣读完圣旨 西宁公主的脸色 也一点点灰白 的确是圣上赐婚的圣旨 却是赐婚景侯于我 府门大厂 人声鼎沸 一旁的父亲推了我一把 还不快领旨谢恩 这几日流水的聘礼送进了礼府 继母破天荒有了好脸色 扯着我的手 极尽谄媚 日后你可要多多帮衬你妹妹 父亲不知烧了几回香 看来我李家真有机会大富大贵 直到大婚当日 我依旧不敢相信 这一切是真实的 婚殿是在方莫婷的府邸办的 思绪浮浮沉沉 珠红壮色 繁琐的礼节 与身侧一身喜福的方莫婷 世人皆说 景侯方莫婷平生 罪恶繁文入节 可这一天 方莫婷不厌其烦地遵照那些礼节 一一周全 直到人潮退却 暮色似合 红竹喜炸 方莫婷牵过我的手 心中虚无缥缈的莫名情绪 自漂浮中 一点点落了下来 红竹硬衬着她的脸 像一方温良的玉 见我正愣 她无奈笑了一声 知道你饿了 吃吧 都是给你准备的 七目红河中 盛放着各式的糕点 我咬着一块椰蓉膏 不知为何 眼里已经有了泪 我还记得 三年前举家逃往京都的路上 粮食越来越少 最后 父亲和继母将干粮分了 而我什么都没有 还是一个好心的大娘 塞给我半块馒头 树妹李云河咬着饼子 幸灾乐祸对我道 长姐 爹娘肯吊着你一条命 你便感恩戴德吧 他们不在意我的死活 只是到了京都 会与舅舅相见 我早逝的母亲 是舅舅最敬爱的姐姐 没了我 李家不好搭上 舅舅家的关系 她见我手中仍有余粮 唾了一口 晦气 明知道自己多余 怎么不跟你那早亡的母亲一起死了 本已转身的我 去而复返 扬起手 重重落在她脸上 不许你提我的母亲 你敢打我 她满目恶然 打了李云河的下场 便是在父亲和继母的观照下 两日水米未尽 想到什么了 耳边传来方莫婷温淡的嗓音 我凝视着她 敏唇道 都是从前的事了 不重要 方莫婷的探寻 四寒雪里的一把刀 沾着血腥气 在我面前 她一贯是君子端方的模样 只有在某些时刻 我才能将她和传闻中 杀法果掘的井猴 联系到一处 见我看她 她却疏然垂了眼 挑眉去道酒 微长地洗服绣袍 血腥气更浓了 方莫婷 我轻轻换她的名字 她动作一顿 眼里闪过一丝亚然 唇角的弧度却更深了 我有些紧张地扯过她的手 她容色微僵 直到绣袍被我一点点掀开 其上赫然是一道边痕 伤口大概被主人随意处理过 隐约渗出血色的暗红 西宁公主的脾气不大好 她出了这口气 日后便不会刁难于你 她似笑非笑解释道 不是这样的 除过那道心伤 我看到的是一道道 争鸣的疤痕 对于方莫婷 是人皆见其灼光耀目 但那些不是功勋 却是她以性命换来的 我忍着泪 颤抖着抚摸上那些 争鸣的旧伤 疼吗 方莫婷 为什么你不早一些走向我呢 我也想做那个 在你受伤时 与你未借之人 她眉眼带笑 轻声哄我 至于你心疼我 我很高兴 烛光模糊了 她揽过我的腰 眼里似有碎金流泻 我骤然收回手 先夫人的牌位呢 我们是不是要先祭拜过她 方莫婷面色一正 哑声道 明日再说 可我仍想起一事 我抬眼看她 我不曾听说过景侯 还有外事 那你说的孩子呢 我总要见过的吧 她目光沉沉 一点点凑近我的眼 扶我委屈 至于 你还真是资诸必较 我垂下眼帘 她顾左右而言她 想必是那位王妻所出 思及此 我认真看向她 你放心 我必带她们如同亲子 世人皆知 景侯丧妻 倒是从没议论过她有所出 一刻钟后 方莫婷抱着几只 花色各异的绒团子 进了房中 红杖之中 我与她怀里的三只小猫 大眼瞪小眼 方莫婷嗓音懒散 来 见过你们的母亲 你 我不经气节 这就是你的孩子 她筋骨分明地 手一下一下 点着小猫的脑袋 饺子 满月 多娇 我接过那些小猫 不过抱了一刻钟 她便凑上来 雾气丛生的一双眼 似受了天大的委屈 方莫婷好声好气 哄道 还有什么事 夫人一并说了吧 世人说 景侯有着美人皮相 但没说过 被美人深情 款款盯着 是会醉的 没 没了 我微微仰着头 盯着她好看的美眼 喉咙一紧 世人说 景侯美人皮相 此言承不起我 下一刻 怀中的猫 咬上她的手指 她们哼一声 扯着唇道 逆子 那一夜 三只小猫 还是被仆从带走了 窗外寒雪飘扬 她眼里的玉色 如同芙蓉生效 轻易叫人恍惚沉沦 天色微亮 我正准备起来梳洗 撑在榻上的手 却呼得被人攥住 一回头 方莫婷已在榻上 支着下巴笑着问 不多睡一会儿吗 我一开眼 视线落在牧师上 骑上搭着的珠红洗服 方莫婷绣跑口 藏着眷帕一角 兰草的画法莫名眼熟 我没多想 气闷地憋出几个字 衣冠禽兽 她那着没笑 好好 夫人多骂几声 我爱听 二月初二 冬节过后的花招宴已至 上京的花招宴 乃是曾任两朝太傅的 陈之样举办 又被称为雅燕 不拘男女大房 上京世家公子贵女们 人人热忱追捧 往年 我与树妹李云和 从未接过这样的腰帖 但今年 终归是有些不一样了 我穿着华美的裙长 被那些贵女们 众星捧月般簇拥着 冬去春来 还是同样的一群人 曾经对我极尽 鄙夷的上京贵女们 如今却都换了父母样 人人都赐予我十二分热络 我知道 这一改变的缘由 她们静的是锦侯 静的是锦侯夫人 而非我理智于 人群之中 我瞥见了西宁公主 她依旧自艺而明媚 只是身边多了一个人 现今的新科探花廊 不知那位探花狼 低眉说了什么 西宁公主低着头 面上染上淡淡的红霞 连我也因这一幕而动容 久过三旬 陈大人命仆从 准备了击鼓传花 海棠花停在谁之手 便要献上才艺 如为难便饮酒一展 树妹李云和 却意外地站出来 映成了击鼓仪式 其间 有世家公子们献上诗作 亦有上京闺女们 一展婉转歌喉 那只春海棠传于我手时 所有人都默契地沉默了一瞬 众人皆知 我曾因秦一蒙 韶宁长公主称赞 也都清楚 平胡艳后 我的手再也弹不了秦 李云和回头眼纯 惊讶低呼 怎会这样巧 我知道 这并不是巧合 坐在我旁侧的女子 正与李云和相熟 我平静地看向她 举起酒盏 李云和却匆匆走来 压住我的杯盏 她对众人善笑 长姐猴急出狱 不宜饮酒 不如献衣一曲 她压低嗓音 长姐 你的手只是有伤 并非完全无法弹奏 莫要扫了诸位的心才是 李云和盯着我的眼 无比执拗 我知道 她想看我出丑 宴席上的众人 静静注视着我们这边的动静 姊妹之间的局语 无人敢劝 自然 也有人好奇 这被韶宁长公主 称赞过的千金束手 会奏出怎样的曲子 而李云和只想让 所有人因这琴音 联想到平湖宴上 我自毁右手的屈辱 可她并不知道 李至于所会的 也并非只有琴 我站起身 在手作上的陈大人赞赏的目光下 自堂内的黎木多宝阁上 取了牌销 阿娘曾是齐州的一位乐师 为公家中子弟读书 便立志要做乐方里的第一人 她的初心或许在旁人看来很俗 却也因此 比其他乐师更下功夫钻研 阿娘才是那个十八般武艺 样样精通之人 而我只继承了十中一二 树叶有专攻 我虽善琴 却仍有能拿得出手的 其他乐器 这牌销就是其中之一 乐力相通 悠悠曲调 吹的是梦里海棠 独占春色的娇精 吟的是这上京异于繁华退进的空舞 异曲吹霸 席间人仍在回味之中 首座的陈之样 遥遥举杯对我示意 回过神来的众人发出窥叹 而西宁战公主竟带头扶掌微笑 极好 一场花昭雁 我与西宁公主化干戈为玉帛 这是圣上乐见的结果 也许 这位西宁公主也未必真的全然放下 但这份气度令人可亲 长姐 你等等我 我被李云和从身后换住 他眼里蓄着泪 轻声道 我知道 我是因为你才能来这花昭雁 但席间 我并非有意为难你 似乎每次都是这样 李云和犯了错 只需要楚楚可怜掉上两滴眼泪 便能得到所有人的宽佑 但这一回 我不在其中 我沉吟片刻 即便你不来 我也是会去找你的 他低头 似乎是在思索我这句话的深意 我并没有给他反应的机会 伸出左手 钳制住他的下巴 我右手有伤 但这小小瓷瓶 还是拿得起的 白瓷小瓶的药 请客入了他的喉 他一瞬间愕然 俯身拼命地吐 医馆给我诊治喉咙时告诉我 这亚药并不十分厉害 名幻千封伞 如果不用对症的名贵药材 费心医治 日后也能开口言语 只是 那嗓子会如同六十老玉 欧雅周扎难未听 那时我忽然记起了一桩旧事 父亲将绸妆生意做到了上京 李家的丫头蒲从也多了一些 新来的丫头面容俊俏 偶然因几句哼唱 被陆怀生夸赞了两句 过了没几日 那丫头变口不能言 千封伞产自齐州 陆怀生又是从何够得的呢 今日 我不过是以齐人之道 还至以齐人之身 我问医冠药内亚药时 方莫婷就在一旁 他没有问我取内药的用途 只是漫不经心道 想做的事就去做 除了事 自有我替你兜着 我不顾李云和的哭求 向外走去 却在外间看到了一人 玉兰树下 方莫婷背影骆驼 我悄无声息走过去 俯身碰了碰 他垂落在身侧的手 虽已初春 天色仍旧寒凉 微凉的触感附上手背 他不知在这里住足了多久 我迟疑开口 你怎么不让人进去 唤我一生 连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自己的口吻里 多了一层撒娇的意味 方莫婷牵过我的手 静静看着我 唇边勾起笑意 因为听到了 这世间最好的乐声 人总是丢掉什么 就会在长夜难眠的日子里 辗转反侧响起 那日花昭宴外 我踏上马车 瞥见街角那道熟悉的身影 是陆怀生的 几日的时间 府中下人来报 有鬼祟之人 在府外盘缓许久 书案上 方莫婷正抄施给我 他正要起身 我却按住他的手 低眉看向他 我去看看 不出意外的 下人将陆怀生 扭送到我面前 正堂之中 陆怀生似乎受了不少 抬起一张憔悴的面容 至于 你肯见我 我沉吟半赏 平退是从 讽刺地勾起唇角 我不认为 你我到如今的这个光景 还有见面的必要 他愕然地抬头 眼中似有泪光闪过 至于 你可还记得 我们在雅琴阁的初遇 我跑遍整个街 为你寻得孟春妇的乐谱 我说过 上京落下第一场雪的时候 便娶你过门 陆怀生仿佛陷入了 某些回忆中 分外动情 是 我平静地看着他 我如今的确 以嫁为人妇 陆怀生一愣 眼里忽然涌现 不可抑制的愤怒 我知道你气我 可我也是为了 我们的以后着想 我若真想害你 平湖宴上 又岂会只用些哑药 我几乎要笑出声来 那我真是要好好感谢 陆公子的大恩大德了 你可真是 会装啊 陆怀生闻言 不可置信地看向我 李志愚 你怎么敢 如此羞辱我 我冷笑一声 陆怀生之所以千方百计 想要见到我 无非是因为 如今的他 走投无路了 父亲以为攀上了井猴 自觉李家水涨船高 不肯将李云和 嫁给陆怀生 而吴公公自那日 府前羞辱后 便闭门不出 陆怀生怀揣着高官后路的梦 来到上京 又岂会如此轻易离去 所以 曾经与他谈婚论嫁的我 变成了他在上京最后的稻草 你知道那井猴 是怎样残忍之人吗 我没有言语 陆怀生便一字一顿地 控诉着自己的处境 从方莫婷手下之人 怎样羞辱他 到将他钱财骗光后 致使他沦落进乞丐堆里 沿街乞讨 我没有怀疑 陆怀生身上 蓝缕残缺的衣衫 足以说明一切 陆公子 我打断他的话 柔声道 你且等一等 他眼里 疏然生起希望 忙不迭道 好 出了正堂 我去了一趟后院柴房 选了一根最粗的柴棍 夺不进正堂时 背对着我的陆怀生 正环顾着周遭华跪的陈设 发出嘖嘖之声 我拎起手中的长棍 照着他的后脑勺敲下 一字一顿道 你放屁 什么左向门声排挤 什么方莫婷从中作梗 你便中不了举 真以为自己是什么文曲星下凡 宝贝金疙瘩了 狗屁一个 我一下又一下砸在他身上 头上 连同这一年的愤闷与屈辱 尽数宣泄 昏迷前的最后一刻 陆怀生捂着脑袋上的血 京剧地大喊 你怎生如此粗鲁 你如今倒是知道我粗鲁了 我扶着桌子喘着气 不仅不慢地理好衣襟 轻声唤侍卫进来 将人送去官府 擅闯井侯府 该怎么治罪便怎么治 不用讲情面 那侍卫迟一片刻 咽了口唾沫 方才抱拳应了声 是 侍卫离开后 我走出正堂 猝不及防撞到了人 一抬头 正对上方莫婷似笑非笑的眼 我忐忑地问 你方才一直在 似乎成婚以来 我从未在她面前 露出如此粗鲁的一面 方莫婷摸摸鼻子 哑然失笑 少见夫人如此飘悍 不由得多欣赏了一会儿 我噎了一下 她静静看了我半赏 自收拢的袖口 取出一柄匕首递给我 下次用这个 即便我不在身边 也要保护好自己 春日 白时速洗 台之坠玉 那是一个极好的艳阳天 方莫婷与我 行走在上京最热闹的街巷里 像尘世间最寻常的一对夫妻 这样细碎的日常 她都愿陪我搓磨 路过琴馆 我无意瞥见那置物架上的琴 只一眼 便拉着她匆匆离开了 午后 我在亭中的八仙桌上看画本子 眼皮撑不住 索性浮倒在桌前小气 在睁眼时 那位熟悉的琴就摆在了我面前 惊鸿一瞥的雾时 就这样悄然落在了石处 若是从前 我定是会欢喜得紧 身后的方莫婷那着眉 小心翼翼替我系上披风 我按住她落在我肩头的手 顿了顿 我做了一个梦 梦见我提着灯 从长长的涌道走过 真的好黑呀 我也不知道 自己在说什么乱七八糟的梦 但方莫婷就在一旁静静听着 眼里没有丝毫不耐 最后 我的视线落在琴上 却下意识缩了手 是的 我不敢面对 她眼神温和 定定地看着我 半晌 握着我的指尖落在琴上 轻声道 别怕 我猴头哽咽 原来 她一直知道 我的心结所在 只是我不说 她便从不问 那首从前安熟于心的曲子 终是被我弹得乱七八糟 最后的结束 鼓琴发出刺耳的颤声 我心中不免气闷 气她明知道 我弹不好琴了 还要看我这样出球 抬头时 方莫婷似乎正要开口 我下意识捂上她的唇 不想再听她的评价 直到那双湿漉漉的眼眸 直勾勾地看得我心发慌 才不由放下了手 她眼中的光微微一暗 哑声笑道 如听仙悦耳赞鸣 随后 方莫婷牵过我的手 将我揽入怀中 一下又一下 抚着我手腕上的旧伤 声音微微发颤 你教我 她低着头道 以后我只谈给夫人一人听 我心中微微一热 曾有一人说 这一年上京的第一场雪 她便娶我过门 可那人食言了 幸而她食言了 才让李志鱼在这空无的岁月异余 遇到这样好的方莫婷 郑文婉 翻外 史书上说 方莫婷这一生从无败迹 但只有她自己知道 有过的 就在三年前 也许在很多人眼里 那是一场以少胜多的胜仗 一场和该被载于轻视长卷的战役 但没有人知道 那场战役 他们付出了多惨烈的代价 那只自甘赴死做耳的队伍 每一张脸 都曾于午夜梦回中 怪诞地出现 他们是老兵 是他这些年无数战役中 过命的兄弟 也是这些人 在那个时候 毫不犹豫地站出来 他们没念过几天书 说不出文周周的大道理 憋了半天 也不过红着脸 重重拍上他的肩头 方小侯爷 他们年轻的少年郎 有大好前程力 小侯爷 这种镇前杀敌的事 我老任自然是 头一个冲在前头 此不长兵 他清楚明白 那晚银时 是他们最后的机会 所以 纵然心头千斑不愿 他依旧下了令 老兵们用血肉之躯 撕开一道口子 为剩下的人 带来一线生机 那场战役 在世人眼中 打得极为漂亮 是方墨亭 功名路上 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但只有他知道 这份所谓的功名路上 沾了多少血花 回去后 他带着亡人遗物 或是箭头 或是残破的冰刃 一户又一户地 送去最后的遗物 也有妇人一边哭一边笑 小侯爷 我家柱子说能跟着你打仗 就是死 也得尽累 更多的是质问 你为什么没把他带回来 于方墨亭而言 铺天盖地的指责 他可以承受 但那一双 双流着血泪的眼 写满了浓重的失望 才是他不敢面对的 很突然的 他不再敢碰自己的长枪 刀枪剑挤的声响 都能令他记起那个 似乎永远没有白昼到来的长夜 最后一户 老玉年岁已有七十 与独子天人永隔 他向老玉送抚续金 老玉冲出来 扯着他的领子 一遍又一遍地问 你杀了他 是你杀了他 村庄里闻讯而来的人 不明就理 以为他欺负了老人家 石子柴棍挥在他的身上 他拖着那条被砸伤的腿 漫无目的地走 方默挺想 那时候的自己 一定是满身狼狈 同叫花子没什么分别 夜里 丛林里传来 嘻嘻嘶嘶的声音 深秋凛冽 刺骨的溪水 躺过他的伤腿 看着暗红的鞋 躺进溪水 他只觉麻木 如果就这么死了 想到这样的可能性 方默挺竟有了一丝意外的畅快 那个夜晚 他荒芜的世界里忽然闯进了一个人 一个很年轻的女子 穿着寻常女儿家的衣裳 身后跟着一只瘦骨临寻的猫 如此怪诞的一人一猫 那年轻的女子过得似乎并不怎么好 他从溪水里捧起水 大口大口地喝下 随后 小心翼翼地将怀里的半块馒头取出来 仿佛盯着什么美味真羞 他将半个馒头 掰开一块 为了那只一路跟随他的猫 一弯银亮地跃照过 女子过分消瘦的一张脸 却有着清明的一双眼 哪怕溪水浸润过 他的唇也依旧干裂 直到他发现乱石旁的方莫婷 他几乎是惊惧地望着她 壮似恐吓 别过来 那时候 方莫婷几乎要被气笑了 边关的女将 上京尊贵的女郎 大多数的人见到她 似乎总有一米柔情诉说 头一次 有人视她为洪水猛兽 避之不及 她恍然 这样的时候 她竟还记得起 那些玩笑之事 她哑声道 我的腿伤了 只是在此间休息 也许是她眼中的 颓然挥败 让她去而复返 她俯身 将一方倦帕递给她 轻声道 至少擦一擦脸上的脏污 会吓到人 她仰头望着她 一点点扯着唇角 自嘲道 吓人 一个逃兵而已 不被人人喊打 已是兴事 她低头 注视着她伤得 并不算太严重的腿 目光陡然疑惑 堂堂七尺男儿 四肢浑泉 又何必再此蹉跎人生 那晚 她已靠在巨石的另一侧 续续说了很多话 最后留给她的便是 左右不了过往的人心向背 那便左右未来命运的乾坤逆转 后来 部下找到她 前线的战争 一触即发 但方莫婷始终记得 那个女子 说她要去上京 那里有她的舅舅 那时她嗓音里终于有了一点真实的欢喜 我会去上京的雅琴阁 成为那里最好的琴师 届时你若想听我一曲 恐怕千金难买 她生怕她不肯信 临终哪里会有琴 她四下张望 只扯来一枚草叶 隔着巨石 那曲调杀鸡四伏 铿锵瓷色 一点点地勾起她 关于战场上的点滴回忆 恍惚中 方莫婷似乎看到了一卷卷 黄沙漫天的熟悉画影 后来 有好事者给她向过面 说她杀伐力气太重 不会有太好的运道 但方莫婷仍觉得自己是幸运的 当她以为平生与她再无交集时 一场意外 她成了自己的妻 与陛下对峙后 以放权的承诺 换来天子赐婚 可对于陆怀生那个人 她本应当将她扒皮抽筋 且悠闲不够 但方莫婷 依旧不敢下重手 其实 她曾经寻过她的 回京述职之时 据出遇不过两年的光景 她果然成了上京中最好的乐师 但那时候 她身边已经多了一个男子 她在雅琴阁 听她弹奏过一曲 准确地说 是与那位姓陆的公子 合奏过一曲 乐阁中人称赞他们登队 一对碧人 那段记忆称不上好 方莫婷指依稀记的 二楼雅间里 她面前小挤上的茶盏 自滚烫变得冰凉一片 暮色降临时 她想明白了 这也许才是她 想要的琴瑟和鸣 后来的那场意外 她成了她的妻 与她相处的每一日 她收起满身力气 做她眼里君子端方的人 她不敢赌 与陆怀生的那段感情 在她心里重打几何 更怕过分残忍的手段 会吓到她 她总想要给她更好的 有一件事 方莫婷不曾讲给李至于 她没什么王气 平生仅有挚爱一人 也不过一个她 后来烟火寻常的日子里 方莫婷时常想到那次重逢 她想 这一生最大的幸事 便是那日回京 上京城外的漫天大雪中 她静静看了她许久 记忆里熟悉的脸 与面前女子的面容相重叠 她强忍着战力 故作平静地 开了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 家中二子一女 正缺一位母亲管教 你可愿嫁 幸而她愿意